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手矿岗制一家四口已经全被抓获 但因为几人都拒不配合 还不断地给出信息误导 导致蔡天凤的遗体仍难找权 给警方搜索增加了不小的难度 2023年2月26日深夜 香港警方又透露了案件新进展 参与人不止矿岗制的一家四口 第五位嫌疑人也出现了 是蔡天凤前公共矿球的情妇 这个情妇是个暗魔女 和矿球结识仅有几个月 她负责租赁作案的房子 并为矿岗制提供了藏匿的房子 并帮助其潜逃 截至目前 所有涉案人员都已抓获 蔡天凤生前很漂亮纯真 也正是这份美好的品质 让她坠入深渊 她在2019年的时候 购买了价值6000W的 加多丽山豪宅出于好心 刚前夫一家居住 没想到请神容易送神呐 这套豪宅最终也成了她远命的导火索 死后仍无法飘飘亮亮地走 这对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父母来说 该是多大的打击 真的难以想象 不管怎么说 希望蔡天凤可以早日安息 凶手早日得以严惩 以告慰王者的在天之灵 二 秦皇 2023年2月27日 慕念词杨盼盼在个人社交账号上 晒出一张合影 曝光了老戏古秦皇的近况 近赵中 杨盼盼相约秦皇到酒楼喝早茶 只见她穿着红色卫衣 头戴帽子 衣着朴素 已进入花甲之年的她 岁月在身上留下了很多痕迹 但气质仍出众 罕见露面的秦皇 穿着黑色衣服 头戴铜色戏帽子 打扮低调 她曾在1983版《射雕英雄传》 饰演老顽童周伯通 跟杨盼盼有过合作 难得见到对方 她心情非常好 对着镜头展露笑颜 不知不觉 她已经74岁了 头发花白 皱纹横生 老太非常明显 索性精神状态很不错 事实上 秦皇过去两年 她因体重过胖 疾病缠身 频繁入院 无奈之下 她只能拼命减肥 还好效果显著 秦皇于70年代 入行当演员 尽管她长得其貌不扬 但便时度极高 加上演技了德 多年来演出邀约不断 发展还算可以 年岁渐长后 秦皇仍不愿退下来 依旧频繁接戏 2020年底 她回电视城 出席剧集 《芒霞大律师2》的宣传活动 怎料在门口意外摔倒 由于她体重过胖 一个人无法将她扶起来 TVB只能派出四名保安 合力将她台上救护车 过程相当艰难 入院后 医生检查 发现她的右边肩膀骨裂 需要开刀做手术 她只能停工休养 休息了半年后 秦皇重返TVB工作 没想到不到两个月 她再次入院 当时她被拍到双脚肿道 穿不下鞋子 需要靠轮椅出入 之后 她再也没有拍过戏 过着身居简出的生活 2022年底 秦皇接受采访 并分享了自己的身体状况 她透露自己太胖了 体内脂肪压住脊椎神经线 令她的腰骨动不了 才会一再入院 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 她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 开始减肥 经过不懈的努力 她瘦了60斤 身体状况也好了很多 虽然身体状况大不如前 但秦皇意外得福 她过去跟两个女儿 关系非常疏离 大部分时间在内地独居 要拍戏时就回港租酒店住 自从她生病后 俩女儿对她关怀备至 让她重新体会到家庭温暖 最后 希望她在未来的日子里 身体健康 晚年生活幸福 三 李慧群 前段时间 据台湾网络媒体爆料 知名音乐人李慧群意外去世 死亡的地点是在路边 据了解 当天李慧群是在中午买快餐期间 在路边突然倒下的 事发十分的突然 而且这一倒地就再也没能爬起来 事后快餐店老板发现了她 发现时身体已僵硬 事发后 消息很快传播开来 网友也是对李慧群的趣事 纷纷感怀不已 据了解 李慧群是一位很有才的音乐人和作词者 才华横溢的她 写下了诸多好词 比如感觉对了就爱忧 放手才有自由 等 还曾经有恩于信乐团 此外 李慧群还有一位爱徒 也在其去世后万分的悲痛 她就是知名歌手戴爱玲 戴爱玲在老人家去世后表示 对方是自己的恩师和贵人 一路提携培养自己至今 在身份上堪称是自己的父亲 而她本人也将对方视为自己的父亲一样 有人表示或许是写曲的人长寿不多 听说经常性的陷于悲伤环境 才能有好的作品 这一次可能是太投入了 悲伤过度 天堂无痛苦 也希望李慧群能够一路走好 安息吧 四 吴启华 作为曾经TVB的男神之一 一身西装一副金丝眼镜 是很多人对吴启华的第一印象 在当时的娱乐圈 吴启华的颜值属实是一股清流 温文尔雅 又不识风度 风流倜傥玉树林峰是对他颜值最贴切的评价 近期 吴启华自曝自己早年去内地发展之后 一共买过两次房子 第一次是在广州买了一套移居室 后来因为结婚就前往深圳发展 后来就索性在吴启华买了房子 目前在深圳定居 还和朋友开了短视频公司 能在深圳买房子 可见吴启华的实力不俗 快60岁的吴启华虽然鲜少拍戏 早已经不如之前风光 但他的财力丰厚 喜爱收藏名表的他 家里有40块名表 最贵的要80万 其中一块相有宝石和钻石 吴启华还亲自解释 喜欢收藏名表的原因 除了因为他很喜欢名表 还有就是因为名表保值 万一他急需用钱就可以用来周转 吴启华自从和石阳子离婚之后 一直没有再婚 不过他有一个12岁的女儿要抚养 据悉吴启华女儿在老家长春读书生活 每年学费就要20万 是妥妥的富二代 5.TVB七魔女 2023年2月27日 钟丽琦在个人社交账号上 分享了一组聚会照 并留言祝福好友梁敬琦生日快乐 曝光的照片中 TVB七魔女闺蜜圈所有成员终于到齐 为梁敬琦庆祝40岁生日 罕见聚首的七人一字排开 并互相搂着彼此的肩膀 表现亲密 关系非常好 不知不觉 众人均已年过四十 仍动灵有数 状态大好 说他们似少女也不为过 寿星梁敬琦稳战C位 她穿着黑色鹿腰短裙 大秀好身材 已经生了两个儿子的她 皮肤仍紧致有光泽 身材完全没有发福 风采不减当年 有那么多人为自己庆生 她心情非常好 对着镜头笑出一口大白牙 一向热情的钟丽琦 紧搂着梁敬琦合影 并嘟嘴卖萌 可爱极了 完全看不出她已是二孩之母 说起来 七位好姐妹中 蛇诗曼演艺事业最辉煌 却仅有她未婚未育 其实 她不是不想结婚 只是感情路实在太坎坷 多段恋情都失败收场 不过 她对爱情没有失去信心 仍渴望找到适合的另一半 在此 希望新的一年里 她能迎来自己的幸福 六 黄日华苗桥尾汤镇业聚会 2023年2月27日 TVB事后李思琦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分享了一张合影 并配文称 等了很久的聚会 曝光的照片中 李思琦与黄日华 苗桥尾七美真夫妇 汤震业一起聚会 李思琦跟黄日华 苗桥尾合作过《射雕英雄传》 相识多年关系好 汤震业与黄日华 苗桥尾则是无限无虎将的成员 40年兄弟情人不变 如今 众人难得相聚 尽管三缺二 但大家勾肩搭配亲密合影 对着镜头露出灿烂的笑容 心情大好 辈分最高的李思琦稳战C位 她穿着黑色衣服 脸上戴了眼镜 打扮斯文 以抗癌成功的她 精神意义 状态大好 不知道她是否考虑过付出拍戏呢 黄日华以黑色外套搭配牛仔裤 造型休闲 经常做运动的她 身材维持得很好 完全没有发福 可惜她已淡出荧幕了 汤震液穿着黑色外套 头戴棒球帽 造型休闲 64岁的她 身材发福 对比年轻时英俊潇洒的模样 变化相当大 索性精神状态还不错 自从迎娶了青岛姑娘 文静为第二任妻子后 汤震液便掌居内地 工作以及生活 只偶尔回港探望亲友 过去三年 受不可抗力影响 两弟往来要隔离很长时间 而她工作又繁忙 一直找不到适合的时间回港 汤震液与第一任妻子江坤所生的双胞胎儿子汤君慈与汤君耀 之前受访时透露 已三年没见过爸爸 他们真的很想念爸爸 如今汤震液时隔三年回港 除了见黄日华 苗乔伟等好友 相信也会见双胞胎儿子 期待看到三父子再度同框的画面 土豆卜资 和制造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